作者张军 由有生熊猫为您播讲 第124集 功课武昌 曾国藩在拖骨船上 召集水陆两师将领 商量进攻方案 一番讨论之后 大家明白 武昌已经处于官兵和湘勇的包围之中 心里十分兴奋 有了几次失败的教训 曾国藩更加谨慎 诸位 困兽犹斗 太平军凶悍狡诈 我等务必慎之诱甚 步步为营 千万不能轻率冒进 罗泽南很高兴 拿着地图走到塔齐部身边 平放在桌子上 朗生说道 据派出的探子侦查 太平军陆师 集中在红山与花园两处 两处各有精兵一万 设有三座大营相互呼应 如果我军攻打红山 花园太平军必定出兵救援 反之亦是如此 我建议分兵两处 我当先锋 攻打花园 请塔军门率部 攻打红山 太平军难以兼顾 必能攻克 两处堡垒攻克 武昌便不攻自破 曾国藩同意了 罗泽南的计划 命李孟群 统帅水师 杨仔福与彭玉林 各帅两营水师 封锁长江 罗泽南与塔齐部 率部摧毁 红山与花园两处 太平军营垒 太平军那边 早已经知道 曾国藩的相拥 从越州打到金口 来势十分凶猛 同时还获悉 一向畏惧太平军的 魁豫和杨昌寺 也胆子壮了 率军抵进罗山布防 他们意识到 先锋皇帝 这回是下了死命令 这两支军队 必定争夺武汉 也举行了高级将领会议 做好迎战准备 本来 此次西征 由东王杨秀卿 遥控指挥 武汉的军务 由石祥真和韦郡主持 前不久 石祥真与韦郡 奉命东下增援扬州 这次的会议 便由石凤奎 黄再兴 陈玉成 三人共同主持 石凤奎是文官 不懂军事 黄再兴资历不高 缺乏谋略 陈玉成 虽然年仅18岁 由于夺取武昌 功劳很大 被封为 殿左十把指挥 右生殿右三十减点 统霞陆军 后十三军 并水师前四军 在太平军中 拥有崇高威望 石凤奎 黄再兴两人 都听陈玉成的意见 行事 陈玉成 虽然年轻 也知道天国大局 清朝 江南 江北 两座大营 对天津 虎视眈眈 东王派不出援军 来增援 目前唯一的办法 是加强花园 与红山 两座大营的防御 保住武昌 万一守不住 就向田家镇撤退 只要把守好田家镇 这个要爱 随时就能把武昌 夺回来 石凤奎和黄再兴 也觉得只能这么办 陈玉成 便赴田家镇去了 咸丰四年 八月二十一日 罗泽南与弟子李续斌 率部进攻花园 太平军凭借搭建的 栅栏木城 架起大炮轰击 前面的湘涌 慌忙趴下 李续斌立声说 彭玉林的水师 敢冒着枪炮 赤身挺立 船头冲锋 难道咱们陆师 不如他们 跟我来 他带领湘 曲折蛇形 迅速冲到牧城前 太平军 还从来没有见过 这么不怕死的军队 眼看敌军冲过来了 大炮不能发挥作用 竞相奔向 停靠的战船 罗泽南指挥湘 趁机夺取了 数十艘战船 湘勇坐船 进攻三座大营 两万太平军溃败 第二天 罗泽南率军 进攻粘鱼套 把守的太平军 抵挡不住 向红山溃逃 塔其部率军 进攻红山 这里的太平军 一半是从 广西出来的老兄弟 战斗力强悍 拼死抵抗 盼望花园那边 过来增援 得知花园溃败 也守不住了 纷纷败退进城 从花园 逃向红山的太平军 被塔其部拦截 忙纷纷掉头逃跑 溃逃到太平军里 有一支五百人的 童子军 这些童子军 大多是太平军 正王将士的子弟 有的是 无家可归的流浪儿 知道赫赫有名的 陈玉成 曾当过 童子军首领 对他十分崇拜 行动机灵 打仗勇敢 这些童子军 被围在池塘边 眼看无路逃命 纷纷跳进池塘 塔其部作战勇猛 在战场上 与太平军 拼死搏杀 见惯了横尸遍地 血流成河的场面 却从来没有见过 如此惨烈的情景 不禁难过下泪 赫令将士救人 手下将士 疑心听错了 忙说 军门 这些都是太平军 手软不得 我知道 但他们都是 十来岁的孩子 罪不至死 快把他们救上来 放他们一条生路吧 手下将士 只得听令 从池塘里 打捞上 两百多个孩子 那些孩子 认出他们是 清朝官军大将 吓得浑身战斗 塔其部闭上眼睛 无力地挥挥手 让他们赶快逃命 罗泽南过来得知 不由感慨说 塔军们在战场上 行得霹雳手段 不料 也有菩萨心肠啊 教贼 必须霹雳手段 可这些 毕竟是不懂事的孩子 对他们 得有菩萨心肠 塔其部不愿多说 脸上涌出一团杀气 将长矛一挥 手下将士 朝水般 朝东门冲去 石凤魁 是个没有打过 多少账的文官 得知两座大营 被襄勇攻破 武昌已经无险可守 吓得惊慌失措 决定弃城撤退 第二天凌晨 石凤魁率领 两千人马 从东门逃出 恰巧遇到塔其部 率军猛扑 幸亏 王再兴带着兵马 拼死掩护 石凤魁 才逃得性命 太平军在汉阳的守将 古龙贤 得知武昌失守 明白自己 歇小兵力 守不住 赶紧率部撤出 魁豫和杨昌寺 得知太平军撤出 趁机率军 进驻汉阳 火速向杨配 与官文报捷 杨仔 符合彭玉林 率水师 控制长江 听到花园 红杉方向 炮声惊天动地 直到陆师 攻打太平军营垒 当炮声渐渐停息 看到数百艘 太平军船只 匆匆驶出 立即指挥 全力攻击 太平军的战船 挡不住猛烈火炮 五百多艘船只 大半沉没 只有少数逃出 曾国藩 运筹帷幻窝 大战开始 他整整两天两夜 没有睡觉 从各处传来的捷报 得知太平军 已从武昌逃出 塔吉布和罗则南 已经率兵清扫城内 便带着郭松涛 刘荣 陈世杰等一班幕僚 由张寿林 带着一百名永丁保护 乘坐高头大马 由望山门进城 看到这座 湖广第一大名城 已经被自己收复 曾国藩心里 有着说不出的激动 梦然间 想到前年千里奔丧 路过武昌 拜会湖北巡抚 常大淳 顺便沿路浏览了半天 但见江面 周急穿梭 街上铺面 临刺制笔 行人摩肩接踵 何等繁华 如今 遭太平军两度攻占 城内店铺 大半破败 百姓 大半逃出 留在城里的 十有八九 都是贫穷老弱 建货 还有一些 小本经营的商贩 街道上 行人稀少 不禁一阵伤感 郭松涛在马上 昂首四顾 兴奋地说 狄声兄 克服武昌 这可是不是之功啊 刘荣 没有他那样 强烈的功名心 更多的是 悲天悯人的情怀 不由得感慨说 太平军 两度攻陷武昌 店铺大半残破 民宅十时九空 市面萧条冷落 经此一战 非数十年 不能恢复啊 曾国藩正有同感 看到一个老头 带着两个孩子 在路边倒塌的房屋里 捡木料 想来是拿回去烧火用的 便下马慰问说 老人家 太平军祸害武汉 你们受苦了 老人抬起头 打量片刻 看出他是朝廷大官 平静地说 官爷 我们是穷人 苦惯了 他们两次到武昌 向那些官身富商 要钱 要粮食 倒也没有为难 我们这些穷苦人 曾国藩一愣 值得说道 老人家 太平军被官兵打跑了 你们能 过上安生日子了 唉 我一把年纪 活够了 也不怕你官爷怪罪 这年头 官兵比太平军 好不到哪去 记得前年 太平军刚走 官兵进驻武昌 牙役就像我们 要想赢未劳官兵 闹得大家不能安生 我看得出 您这官爷没架子 连老西贫 不要向我们 要想要捐才好 曾国藩心里一沉 只得耐心解释 老人家 彼人奉皇上圣旨 率襄勇 剿灭太平军 一应军饷等相 由朝廷拨给 绝不勒索百姓丝毫 我已派人张贴告示 如有骚扰侵害百姓者 可到襄勇大营控告 彼人 必将其斩首示众 绝不姑息 老头重新打量他 浑浊的老眼里 闪出几分惊喜 这才跪下磕头 难难地说 真能这样 无常百姓就能安生了 曹明 给大人磕头 曾国藩将他掺起 骑马走向城内 陈世杰这才说 大人 学生从刚才那老汉话里 感觉出 他对官兵颇有怨言 对太平军 似乎心有好感 民心如此 令人忧虑 曾国藩点头说 家道以来 立志腐败 各地贪官污吏勒索 一直民不聊生 太平军两次进犯湖北 百姓受其蛊惑 纷纷加入 故有今日 势如燎原 王阳明说得好 破山中贼义 破心中贼难 我军克服武昌 湖北各地 太平军甚多 须安定民心 使百姓 归向朝廷 陈世杰连连点头 随曾国藩 走到城里 来到巡抚衙门前 只见四门大开 曾国藩 命张寿林 带人进去看看 不一会儿 张寿林手里 拿着一卷文书出来 大声说 大人 太平军盘踞武昌 把巡抚衙门 当作他们的办公所 我军打进来 太平军都跑了 留下满屋文书 我让士兵打扫出来 一把火烧了吧 曾国藩拿过一看 盲说 家人 这是各处太平军 往来文书 对了解贼情 有极大用处 一张都不能烧 你派士兵好好看管 交给侦探所 张寿林吩咐一名 亲兵看管 静止走进去 大人 这里房屋宽敞 您老的行营 就放在这里吧 曾国藩挥手制止 这是巡抚衙门 如今武昌客户 朝廷会委派官员 前来管理 我是湖南团练大臣 岂能在这办公 说吧 转身走出 郭宗涛是富家出身 一贯喜欢享受安排 笑着说 李生兄 你率乡勇客户武昌 把这里作为行营 有何不可 曾国藩轻轻摇头 在巡抚衙门旁 巡了一处房屋 安顿下来 张首林率亲兵营警卫 郭松涛等人 拟写各种告示 小玉襄涌将士 严守军纪 让武昌百姓安居 同时 派人与在北岸的 熟理湖广总督 杨沛等人 取得联系 曾国藩想不到 早在23日 襄涌水陆并进 克服武昌时 杨沛 获悉汉阳太平军 首将古龙贤撤出 魁玉与杨昌寺 已进入城中 抢先向朝廷 飞马报劫 尚玉很快来到 杨沛行营 曾国藩等 攻脚武汉 情形上尉奏道 塔齐步路官兵 此时 亮衣与 曾国藩水陆 合为异军 着四敌省后 商榷挑选精兵 水陆进角 朕日判 劫阴之至也 杨沛知道 曾国藩还没有 向朝廷报劫 皇上令自己 挑选精兵水陆进角 这万分危险的差事 担不起 立即派人 与曾国藩联系 曾国藩心思缜密 知道 虽然攻克武昌 但大批太平军 从武昌汉阳撤出 四周聚集着 数万太平军 随时会反攻过来 绝不能被胜利 冲昏头脑 他带着幕僚进城之前 以命罗泽南与塔吉布 在花园与红山 构筑坚固的堡垒 严防太平军反扑 同时 命杨仔福与彭玉林 率水师战船 沿长江汉江 清剿太平军水师 感谢您收听 曾国藩传 本集播讲完毕